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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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婆婆的兒子最近想接著我們一起住 不過陳婆婆有點怕住不慣 幸好我之前參加過外用護裸培訓計劃 在導師身上學了不少實用的技巧 去到新地方我都可以應付得到 這裡挺舒服的 不錯的 不錯的 是啊,媽媽,我幫你進房間看看 好 來吧 我之前上檔學過照顧老人家的技巧 知道家居安全很重要 學到怎樣看哪些地方容易令老人家跌倒 有些什麼危險 好似這道浪衫 水滴令地板濕滑好容易跌倒 廁所門口放紙皮容易卡到 家居的家居也不太適合老人家用 先生,為了不要令婆婆跌倒 我們要清理地下的雜物和保持乾爽 最好在門檻上面 游上顏色鮮明的油 或者貼上鮮明的膠紙 讓婆婆可以看清楚門檻 避免催 選高度適合油穩陣 而且有扶手的燈 另外,要安裝一盞夜燈 開關鍵要在方便長者的位置 浴室,記住要用防滑磚 將防滑墊貼在棋缸裡面 再安裝扶手 搞定 寶寶,小心看著前面 走路分心很容易卡爭 是啊 媽媽,我看你的衣服太長了 很容易卡爭 不要用扣針扣住 穿我買給你新的衣服 你要收拾一些不適合新的衣服 更新的就拿去改 好 還有,你的鞋底磨損得很厲害 很容易滑腳 所以我買了一雙新的給你 還有防滑鞋底 下次下街就不要再穿拖鞋了 兒子,你真的有我的心了 最重要是你健健康康 而且有Annie照顧你,我也很放心 那我先換了 好 不如我和你一起進房間換衣服 不用了 我自己會搞定的 我會坐下來慢慢穿 好 好 媽媽,我買了兩件輔助器具給你 讓你沒那麼容易跌倒 長頂甲就是幫你拿些放得比較軟的衣服 避免失去平衡跌倒 好 而用長鞋抽,穿鞋的時候就不用擦身了 萬一真的跌倒,那怎麼辦 想當時,導師有跟我們說過 最緊要… 最緊要保持冷靜 不要急著伏跌到長者起來 首先,看看長者的傷勢是怎樣 就算沒有明顯的傷口 但是如果覺得痛,動不了 就代表有可能骨折 千萬不要亂移動長者 如果他疑似骨折,失去意識,嚴重出血 那就要立即打999求助 確認長者可以起床之後 就可以幫他去穩固的家具休息 有疑問,就應該及早看醫生 果然沒有東西難倒你 盡責又可靠 衛生住和社會福利處的網站 還有其他照顧長者的影片看的 挺好的,我們一起看看 怎樣令媽媽生活健康些 住得舒服又安全 如果您的照顧長者多數不可靠 再結束 廠場 即使 似乎 全 全